在讲左传的文章之前 我们先简单的介绍一下左传的文章 左传的全称是春秋左世传 顾名思义这本书是一位姓左的人 给春秋所作的传 所以这里面我们需要讲清楚春秋这个概念 还有传这个概念 先说春秋这个概念 春秋本来是古代各个国家史书的一个范称 当时各诸侯国都有专职的史官 记录本国发生的重大事件 他们写成的这些史书都叫做春秋 不过后来只有鲁国的春秋保留下来了 鲁国的春秋所记述的历史 始至鲁颖公元年 也就是公元前的七百七十一年 至于鲁埃公十四年 也就是公元前的四百八十一年 一共是二百四十二年的历史 一共是二百四十二年的历史 人们通常就把这段时期 就是从公元前七百七十一年 到公元前四百八十一年 这段时间叫做春秋时期 但是春秋记事相当简略 二百四十二年的历史 作者西字如今 只用了一万八千字 这样就连这段历史时期的 大体的轮廓 都没有很好的描画出来 于是呢 就陆续的有人来给春秋作传 这个传 是用来解释经的文字 儒家把春秋作为他们的六经之一 因此用来解释春秋的文字 也叫做传 那么当时这个传授 讲解释春秋经的主要有三位学者 比较有名的有三位学者 一位叫左秋明 一位叫古良赤 还有一位叫公羊高 那么这三个人 这三个人所给春秋作的传 分别叫做 左传 所以所谓的春秋三传 就是春秋经的三种传授本 或者说是讲解本 本来的这个 这个经和传 是分开的 春秋经是一本 那么左秋明的传 是左秋明的传 另外两位的传 也是单独编 编译 那么古人把这种情况 叫做别本单行 所以别本单行 这个概念 主要就是指的 经和传 春秋的经和传 分别编译 到了西晋 有一位大将军 非常喜欢春秋经 和左秋明的传 于是他就把经和传 按照年代编排在一起 比方说 尹公元年 先有经 后面就是左秋明 对这段经文的解说 这样经和传就在一起了 多余的书叫做 春秋左世经传集结 好 这是 关于春秋三传这个概念 在春秋三传当中 公羊传和古良传 主要是产发春秋经的威严大意 而对于历史事实的补充 却很少 左传这本书呢 着力于这个补充 说明 说明春秋经里面涉及到的历史事实 因此 在史料价值上 左传要远远超过其他二传 另外呢 这个左传的作者 具有很高的文学修养 所以 左传在中国文学史上 也享有很高的地位 那么 到 魏晋以后 左传 就 压倒了其他二传 这是 关于春秋三传的后话 那么 左传这本书 它的特点 或者说价值 究竟应该怎么认识呢 我想在这主要 谈这样两点 第一点就是 左传是中国第一部 叙事详明的 编年提史书 春秋经也是变年提 但是刚才我们提到 它叙事过于简略 因此 如果 从叙事详明这个角度来讲 无疑 左传才是第一部 那么 从 近 世的 这个实际年代来讲 它也长于 春秋经 比天秋经要长 刚才我们提到 春秋经 记事是到 鲁埃宫十四年 而 这个 左传 却一直记到 鲁道宫十四年 也就是公元前的 四百五十三年 这个 春秋经 记述的是 春秋时期 鲁国在位的十二位君主 按照他们在位的年 这个时代顺序来记述历史的 所以这个十二位君主 大家一定要记住 就是尹环庄敏西文宣称 相招定哀 记住这十二位君主 我们在读左传的时候 这个顺序会很清楚 好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左传是一部历史散文剧著 是一部杰出的文学著作 这一点 大家在以后上文学史课的时候 老师会详细说明 所以这里呢 我们就结合 我们这个课程要读的文选 说三点 第一点 它的文笔非常简练 善于叙事和刻画人物 第二是善于描写战争 能够把纷繁复杂的战争 描写的井井有条 我们知道一个战争 涉及的历史人物众多 场面众多 线索众多 那么怎么样 把这些要素 有条不稳的组织起来 可以说 这个左传给我们提供了 非常出色的示范 所以在读左传的时候 对这一点 大家一定要注意用心去体会 第三点 就是在外交辞令的描写方面 相当出色 大家 这个 去揣摩春秋经里面 左传里面 那么涉及到的外交辞令 可以充分感受到古代汉语的表现能力 表达能力 这是关于左传的这个特点 那么左传的作者 左秋明 这是学术界目前大多数学者认同的观点 当然也有不同的观点 这个问题大家可以看课本上的说明 刚才我们讲到春秋经全文 全书一共是一万八千字 那么它记述历史简明到什么程度呢 比方说在卢尹公元年 发生了一个事件 这个事件的 这个大体的情形呢 就是在当时的郑国 国君郑庄公是哥哥 他的母亲不喜欢他 喜欢小儿子 也就是郑庄公的弟弟公书段 这个不喜欢倒也罢了 这个母亲呢 还想在背后使手段 把小儿子扶上军位 这就意味着他们要 这个推翻郑庄公 所以兄弟之间的矛盾 就演变为这个争夺国家权力的政治斗争了 这样一件事情 春秋经的作者用了六个字 就是正博刻断余烟 这是最终的结果 是不是 就是在卢尹公元年 那么发生了这么一件事情 就是哥哥把弟弟打败了 正博的博 是正博的爵位名称 当时分封各诸侯国的时候 是按五等爵位来分 就是公侯博子男 因此称各诸侯国的国君的时候 就可以用国名加爵位名这样的方式 比方说 齐国是侯爵位的诸侯国 所以我们看左传里面经常称齐侯 正国跟周王史是同性 都是姬姓 他的爵位是伯 那么楚国是子爵位的诸侯国 所以左战里面称储君都是 处子 克是包含行为 这个打仗 作战 也包括结果 这一个动词当中 包含两个语要素 所以这个 克翻译成现代汉语的话 就是战胜 战胜也是打败 再看到现代汉语当中 都需要用一个动词 战或者打 再加上结果补语 而在古代汉语当中 一个动词就可以表示 这些意思 好 这个郑伯打败了段 是在燕这个地方 这个课 按照 左传里面的解释 一定是用于两个敌对国家之间 现在 春秋经的作者 把这个刻子用在兄弟二人之间 这实际上是隐含了作者的一种 评判 一种价值判断 他认为第一 这是不正常的 第二 这是不应该的 第三 郑伯在这场战争当中虽然获胜了 但是 他是 错误的 他是错误的 他应该及早的劝制自己的弟弟 不要让他朝错误的道路越走越远 实际上郑伯对弟弟是采取了纵容的态度 为什么要纵容呢 就是要让他走得远 就是要有意的把他灭掉 因此 这个春秋经的作者就用一个刻字 把他对整个这个历史事件的评价 交代出来了 像这种通过特定的词汇 来隐含作者意见和评价的表达方式 就是儒家学派所津津乐道的春秋笔法 那么后人 比方说 公羊高和古羊翅两位先生特别喜欢做的就是要把这个春秋经的作者隐含在这个特定词汇当中的这个评价 给他揭示出来 那么这就是所谓春秋经的威严大义 他们认为他们揭示出来的是春秋经的威严大义 威严大义这个成语的出处也就在于此 好 左秋明写左传用了十八万字 也就是比经整整超出十倍 那么对这样一段文字 这样一句六个字的话 这个左传就做了非常详细的说明 就是他这个事件的起因 过程 结果 等等 交代的非常详细 那么 这段文字应该说是左传当中的名篇之一 所以历代古人在选古文的时候一定会选这一篇 选这一篇 后人在选篇的时候 正好就把原来春秋经的这句话作为标题使用 把左秋明的解说作为证文 这篇文章我在课下听说很多同学在中学已经学过了 是不是 节录 我们的课本也是节录 请人们来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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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真正有少散